来 宁石公子吃一个 我和九龄吃一个便好 来 九龄 九龄 我回来了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少爷 你有客人在啊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方少爷 在下宁云昭 你就是宁石公子啊 早就九仰大名 只是一直无缘相见 京城一世 多谢宁公子解围 方少爷多礼了 君小姐 已经谢过了 九龄谢 那是九龄的心意 我自然也是要跟着谢的 对了 我之前跟你说的 新开了一家铺子 馒头做得特别好吃 来 快趁着吃 一会儿凉了 宁石公子要不要尝一个 来 宁石公子吃一个 我和九龄吃一个便好 来 九龄 好啊 宁公子要不要吃过饭再走啊 应该不会耽误宁公子吧 哦 不了 我是特意来问件事情而已 问完便回去了 问件事 什么事啊 已经问过了 是我突然回来的事 哦 问完了 宁公子不必担心 既然婚约没办法阻止陆云旗 我们也不怕他 对 我们不会怕他的 而且 我们还要回京呢 那过几日 我们一起回京好吗 宁公子是想替我出这口气啊 他不肯善罢甘休 我们为何又要忍气吞声呢 宁公子过几日便可回京吗 令堂还病着呢吧 你这要是急匆匆地走了 会不会被御史弹劾 定为不孝啊 我不懂 我就是瞎说 成语说得也不无道理 毕竟如今你省清时间未到 如若此时回京 恐怕会落人化病 再者说 如今我们绑在一起 也是很多人的眼中钉 是我连累了你 郡小姐 宁公子想要早日回京 恐怕 还要先治好令堂的心病吧 我想 我想我们婚约之事 应该尽早解除 这样会对你好一些 这样更不好 我母亲病了 此时解除婚约 只怕有人会说我不孝 再 再揣测宁家背信弃疑的旧事 说到底 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宁家 成军小姐的情 还要继续麻烦军小姐 宁公子助我在先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那我就先告辞了 九龄 承宁 你刚刚的小心思 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我就是不喜欢他 宁家之前那样对你 宁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况且 婚约一事 宁公子始终在相助于我 你实在不该这样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了 快吃吧 好 快吃 来 你多吃点 九龄 九龄 你的信 我的信 我的信 琴绣的来信 竹瓒出了诏狱 在思梦间思过 看来陆云棋没有食言 怎么了 是京城出事了吗 不是京城 是河北西路 有十几个孩子 因为众都死了 而且 被棋往边境增兵了 来犯者有多少 兵马严整数万 是北七铁七 那就不是散兵轻扰 而是派兵出征了 这算起来 北地安稳了 还不到十年呢 希望陈国公 能够度过此劫啊 师父 师父 千真万确 洞苗国真出事了 消息押着呢 但是我打听到了 已经死了十来个孩子了 那些孩子的家人 要紧紧拿君小姐问罪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也能押得住 还不上报太医院 是啊 那个姓冯的 非要核查之后 才能够下定论 他当然要押着 他如今的一切 都是靠重斗得来的 只不过那些 死了孩儿的家人们 着实可怜呢 我等既然作为 治病救人的医者 就要替这些可怜之人 鸣不平 江太医 那你有何打算 为君分忧 为民谋福 乃是我们的职责 不能因为某些人 造的生事大 就任由这等荼毒生命之事发生啊 我知道了 那明日殿上 便有劳大人了 告辞 江太医 我想请你帮个忙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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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医 有劳了 请 大人 大人 吩咐 让你好好照顾 请大人放心 开门 师父 走 陆云琪 你这是何意啊 你竟敢将太医院的人私自下狱 就不怕陛下怪罪吗 江太医 别白费力气了 我 pergunt了 我怕他 我怕他 好 中間太医院的人 那天 我怕他 我怕他 我有个巨大的 我怕他